支持台湾鲜乳 支持台湾鲜乳 政府协助飞套 立委中嘉宾邀及农业部续产试验所长黄正芳 离港洛农 吉辱业者卢同协 新闻陈明达等人 针对2025年纽西兰牛乳零关税进口台湾 将打击本土洛农 该如何因应提出诉求 中嘉宾指出国内鲜乳需求下降 但洛农生产效率提高 本土生乳已有功过于求的情况 政府应该协助落农拓展 差异化市场刺激消费人口 发展高营养价值的鲜乳 推广高龄人口营养鲜乳 台湾因为少子化 所以不是牛太多 是喝牛奶的太少 现在台湾有12万多的头的卤牛 但是我们喝牛奶的市场 目标人口 就是因为年轻人口 新生人口都越来越少 所以希望能够继续扩充 除了希望政府推广国产鲜乳 中嘉宾也指出 小型落农为提高品质效率 降低人士成本 需引进昂贵自动化系统 包括全自动榨乳机 挤乳机 加上应用环境机查 也需添购污染防治设备 向银行融资的还款压力 使得小农无力承受市场价格波动 希望政府设立基金收购新设备 协助小农改以租代购方式建制 宽缓农户资金需求 第二个希望能够政府设立基金 来协助落农 这也很多昂贵的机器设备的投资 每样东西都是 都是上百万计算 我也没办法跟你讲说 实际的数字有多少 至少我现在在银行的贷款 就超过两千万 光这样后续还要花很多钱 王振方表示要降低进口鲜乳 对本土落农业产生的冲击 可从加强学校食农教育 鼓励学生饮用鲜乳着手 并透过宣导开发银法族市场 蓄势所也为强化循环农业 持续辅导落农 我觉得食农教育是最重要 就榨根 那怎么样把这些鲜奶 能够导到这个学童的 比如说校园里面去 让他们去饮用 让他们去真正感受到 我们台湾这个乡土的味道 牛奶的新鲜等等 还有营养 那这个幼童的部分 老年人的部分 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会试着去开发一些 真正适合老年人的这些口感 或它的营养需求的这些 比较高浓度的牛奶的产品 平农地储热带 洛农生产成本远高于温带地区 洛农都担忧 未来进口鲜乳价格低 将更冲击本土牛乳竞争力 因为纽兴然进口牛奶 对我们的冲击 我们是生产者 就是怕它会影响到 我们市场的占有率 那台湾的生乳 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 是相对的高 所以在价格上上面 他们又是零关税 那在价格上面 我们一定是没有那个竞争力 那我们只能 我们能够诉求的是 东西是新鲜的 产品是新鲜在地的 面对纽西兰鲜乳 零关税进口 落农业者担忧冲击本土市场 呼吁消费者支持 在地落农业 多选购国产鲜乳 也希望政府能提配套措施 以保障本土落农权益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